然后这个是没有写成Function的写法 那未来如果说你在这个撰写程式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些地方那个程式不断重复出现 几乎都一样 差别只有大概差一个地方或两个地方 其他都一样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要把它写成所谓的Function 一般翻译成函式或函数 这个Function的话在哪边常用 像你们Excel里面不是的插入函数 插入fx 那个就是Function Function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要不就是我帮你做完直接丢结果给你 直接就把结果执行 要不就是什么 要不就是我return一个值给你 然后你把那个值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可以分成没有回传词的跟有回传词的 有return词的 我把它拆成两种 那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要如何写出那个没有回传词先好了 比较简单 如果没有回传词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那会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的主程式在下方 然后含那个所谓的Function写在哪里 记得一定要写在程式的上面 OK 然后它的开图一定是DF 有点像什么Define吧 Define的DF 它就不写Def 它就写Def 为什么要精简不要写那么多字吧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慢慢大家有个共识 以后程式字数写越少越好 只是如果你打个 以后会变成直接干净一个D好了 这个D好像看不出来什么 所以 又要不要过于精简 又要什么 又要能够精简 这可能就是 以后设计程式的一个 一个逻辑 所以以后 大概知道 也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下一个世代的语言会长什么样子的 一定会越越精简 再来的话 就是什么 你后面的部分就是给一个 它的Function名称 假如我们Function名称叫Test OK 然后 小瓜葫里面就放一个 你要传递的参数 它就传给你什么 然后藉由那个参数帮你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 有两种 一个是没有回传 就做完 就直接帮你Print 一种是 Print 就回传给你在Print 所以 就是这两种 那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写完的结果 跟刚刚一步一样 其实执行 理论上 这边的话输入一个17 应该也是直数 然后如果执行20的话 应该也是不是直数 结果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说 我们把它写成所谓的 这个叫制定函数 那将来那个证照考试第五类 就考你这个 反正就给你个程式 请你把它改写成 有回传值或没回传 它会指定 OK 那只是说要怎么改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地方 这个是改完的 我云端上有放 那只是说要怎么改 好 改的方法呢 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直数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把主程式写在下面 那所谓的主程式就是 让它输入那个部分 所以把第一行搬到最下面 也许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第九行的地方 中间习惯空一行好了 上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要让它运算的部分 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主程式 所以主程式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输入一个资料之后的话 丢给上面的函式做运算 所以第一个把第一行搬下来 第二个的话 请你在第一行的地方 打一个什么DF 就刚刚讲的DF 空一格 名称叫什么 叫Tex好了 如果他不知道 打什么名称的话 叫Tex 小瓜胡 然后呢 他要传什么参数给我 也许叫Brown 或者叫P也可以 名称 这个参数名称 自己定 叫Prown好了 OK 然后呢 冒号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等于是产生了一个 Function 名称叫Tex 传一个参数叫Prown OK 那接下来下面这些东西的话 今天按 按什么 选起来 按个Tab 意思就是说在哪里 在这个Function里面被执行 那 所以呢 这个地方 那我也就是我上面 已经产生了一个 Function 没有回传词的Function 那可是我要怎么呼叫他呢 其实非常简单 当他输入这个资料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下面呼叫 所以我在这边怎么呼叫他 特别之后 呼叫的方法就打一个 他的名称叫Tex 所以你在这边打个Tex 然后刮弧 有没有 anyway翻打Tex 他会出现Function 有没有 意思是他已经侦测到了 我们这个程式有一个Function 在上面 记得一定要写上面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点两下好了 不过他只有小刮弧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把什么东西传给他 因为他上面需要一个Prown 所以我把这个Prown传给他 OK 他就接收到了 所以特别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虽然呢 这边的名称都叫Prown 可是这个叫Prown的变数 它是一个INT形态 这个也是变数 那传过去之后的话呢 到这边他就参数了 是我丢给他的哦 所以Prown假设我输入一个17 然后到这边是输入17 丢给他之后 他也接到17了 可是这个时候 上面的Prown叫参数 然后就把17这个数字 丢到这里面来 所以这个也是17 有没有 然后一直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他就自动把 是不是直数的结果 直接就print了 OK 这个像没有回传值 反正你做完了 你不用回报 有点像你们老板说 你做完你自己去报告 报告完就OK了 不要再回报给我了 但另外一种老板说 你要把结果 你的报表啊 你的东西先给我 我来报告 功劳我来 OK 跟你无关 如果报告的不好 就是你的问题 那报告的好 就是我的功劳 是不是这样 那类似像这样 就return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二种的话 所以第一种 要怎么改写的过程 我第一个把第一行搬到下面 第二的话呢 把原本要这边执行的 全部写在上面 然后呢 透过呼叫的方法 也就是以后呢 他可以不断的被呼叫 上面那段程式 所以如果上面那段程式 假设会不断出现哦 那你就有必要怎么样 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这个概念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是没有回传值的方法 可是如果说 我今天要写成一个 有回传值的方法 有回传的话 特别特别注意哦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print的部分 就要改成return OK print就是我要发表 我发布出去嘛 那这个地方呢 记得哦 你就把print改成return return的话 就把看到那个print前面哦 改成一定要return OK 然后它会出现return return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呢 丢回来给我 那里面 这边还有个print 所以把这个哦 一样哦 把这个print 改成什么return 然后这个后瓜 我拿掉 所以理论上 只会return一个啦 这边不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其中一个 但是特别注意哦 那也就是说将来哦 它就不会直接print出去 那由谁print的 由我们print的 所以哦 我们要怎么print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在这个地方哦 也许要不然就什么 把这边再切一个x x等于这个 就是 所以特别注意哦 有理论值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样 把这个是不是植树的结果 会丢回来给你 放在 假设啦 你要接的话 你可以透过一个变数去接到 结果不是植树 不然就是植树量 其中一个 那最后你怎么print出来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再打一个print 然后把xprint出来 这样就ok了 这个叫有回传值 也就是说呢 print的这个动作 并不是在那个function里面完成的 而是在哪里呢 在组成 下面的组成是完成的哦 OK 那至于什么17点 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可能你要 再慢慢去斟酌一下 OK 好 那这种写法 我觉得比较多啦 一般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OK 知情 其实大家看 那结果哦 本来20 其实你看这结果一不一样 enter不是植树 那如果再把它执行17的话 是植树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啊 只是差别是什么 只是差别是说 我现在输入一个值 然后他丢过来的话哦 是丢一个参数 假设丢17的话 丢到这边 然后他跑完之后 他return哦 return是把这个的结果 后面这个结果呢 帮我丢回来 到这个function 那function 再把它丢到这个x里面去 然后我再把它print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啦 不过你想说 那我这个x可不可以不要 当然可以啦 所以最后你会把我云端上面放的是什么 直接就是把这个的结果呢 把它放到x的位置 然后这边的话就不需要了 这样也是一种写法 有没有 就是直接的嘛 不用再透过那个x了 x变成多一个变数 就多写一行 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我怕我跳过那一行 有同学会转不过来 但是我习惯写这样 因为这样比较精简吧 你看这样不是少写一行吗 对不对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你看到说 老师你为什么好像少一行的步骤 对啊 这样看起来城市清爽多了 我就蛮喜欢就是城市越少越好 应该每个人也喜欢吧 然后人家喜欢城市写那么多 一看就觉得头很痛了 OK 所以尽量 这当然你是需要思考 哪个地方可不可以少 可以少你就少 你不能说不能少 你还硬要把它那一行删掉 那当然一定城市就发生错误了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有回传值跟没有回传值 那我又把刚刚做完的城市 把它放到云端上面的第15页 无回传值就是这样的写法 OK 那有回传值的话 就是这样的写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同样的写法 其实Excel VBA也一样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要把它翻译一下 写法 你没办法底下 我是有把它补充在下方 其实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对于VBA之前有学过的同学 也许可以把它两边参照一下 最好不要有任何的隔阂 两边这边可以用 那边也可以用 那这样的话 等于就左右逢源 等于1加1大于2的这个效果 OK 而且两者之间是互相搭配的 看哪边比较 用起来比较OK 你就用哪一边 其实像 大部分如果说你已经在Excel里面作业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把VBA学一学 如果说有些地方真的VBA它做不出来的 或者是用VBA写比较麻烦的话 或许你可以再借由Python做完的结果再丢回给VBA用 也OK啊 像爬虫部分 我觉得在那个网路上的资料爬 爬取的部分 爬取的部分是真的比较厉害一点 OK 目前来看 那当然我们可以 就可以两边搭配的用 就可以让你的那个整个使用上面 更加的完整 OK 试试看 那刚刚的程式在 就是云端的第15页的部分 第三个单元的第15页 那你们只要找到那个了 云端的位置 就这里 云端白板 然后第三 所以云端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这个王子 我讲过了 慢慢习惯了 反正用云端 你在讲过方略那些事可以出来吗 这个吗 对不对 这个是有回传词的 哦 好 这有回传词的 这个是有免生的 是的 那这有免生的人